2024选战不只是决定总统立委 也牵动2026九合一选举各阵营的布局 我们就带您回顾2022年地方选举的最终版图 可以看到国民党拿下了14个县市 其中六都有4个首长的宝座 不仅新北台中成功连任 也重新夺回台北桃源的执政权 继续看到民进党则是抢下了5个县市 相比2018年中央执政时再失去了一个县市 总共是拿下了高雄 台南 澎湖 屏东以及嘉义县 虽然外界普遍认为民进党2022县市首长选举落败 但还是有11个县市 得票率也比前一届增长 继续要看到最激战的区域包括有新竹市 是由民众党高宏安盛雪 也成为新竹市首位女市长 也让民众党在地方选举中首度插旗 此外72年来从来没有经历过政党轮替的苗栗线 则是由脱离国民党以五党籍身份参选的中东景胜出 我们从这张地图中可以看出 国民党在2022年过后 县市首长呈现了包围中央的态势 我们就接着锁定一旁的六都市长 2022年得票状况 首先来看国民党获得400多万票 得票率突破了五成 来到51.09% 那民进党则是320多万票 得票率有41.89% 再来就是首度参战的民众党 获得54000多张选票 2022的指挥一大选是否成为这一次总统选战指标 外在都很关注 因为不只是总统 这回要选的还有立委 继续带大家看到 历年台湾政党在区域立委席次变化锁定近三届的版图 国民党2012年有44席 民进党27席 那再到了2016年 在蔡英文的领军之下 一举赢得了49席的区域立委 不只拿下卓水溪以南全部的席次 连过去被视为国民党铁票区的花莲也是成功插旗了 那来因是只有20席 不过小党很有亮点 2016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时代力量在区域立委击败了政坛老将 奖获三席 那接下来是距离这一次最近的2020总统立委大选 区域立委民进党检制了46席 国民党因为当时总统选举失利相比2012年 所以在国会上的席次也直接砍办了退居浊水溪以北 那么纵观以上的版图 我们不难看出区域立委也是至关重要的足以牵动 接下来2026的地方诸侯县市首长选战 那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政治推播